我们关注到在昨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参加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会议时表示 美国国会是独立平等的政府机构 美中议长访台也有过先例 那如果佩洛西决定访台 而中国试图制造某种危机或者以其他方式加剧紧张局势 那责任将完全在北京 新闻中方对自由和平论 谢谢 我想全世界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是美国在采取挑衅行动 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 美国应该也必须为此负全部的责任 你刚才提到的布林肯国务卿的有关言论 颠倒黑白 再次深刻的展现了美方的一些人的霸权的心态和强盗的逻辑 那就是我可以私意的挑衅你 但是你不可以反对或者自卫 近期中方已经在北京和华盛顿多渠道各个层级 反复地阐明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众议长 离串访台湾的严正立场 我愿意借此机会再重申几点 第一 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 包括行政 立法 司法部门 都应该执行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1979年 美国政府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的承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 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主成部分 理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 美国众议长作为美国政府的三号人物 乘坐美国军机串访台湾地区 绝不是什么非官方行为 第二 美方个别政客以往的错误行动 不应该构成先例 更不能成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 错上加错的借口 第三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正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中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180亿个国家 建立了外交关系 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 就一个中国原则对中方做出过庄严的承诺 近年来 美方口头上声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但行动上不断的倒退 甚至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不仅先后将其单方面炮制的 中方从未承认 而且坚决反对的 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对台六项保证 塞入其一个中国政策表述 还违背仅仅于台湾方面保持非官方接触的承诺 不断的提升美台接触的水平 并且持续加大对台均售 对此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很多有识知识 看得都是非常清楚的 并且已经多次指出了美方有关动作的危险性 一个例子就是 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明确地指出 我所理解的中美建交时达成的协议 是美国将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十分关键 美国不应该采取欺骗性手段 或者渐进方式推动两个中国方案 那么近期有关美国众议长 尼串台消息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士 包括美国很多的主流媒体智库 以及一些美国盟友国家的前政要 也都公开表示 佩洛西无论以何理由赴台 都将是愚蠢危险和不必要的是危险的赌博 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加鲁莽和挑衅的行动 如果美方对两岸形势判断错误或者处理不当 将给台湾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繁荣和秩序 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 美方出于以台制华的战略 支持和纵容台独分裂势力 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蓄意的挑衅中国 步步紧逼中方的红线和底线 美台勾连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防卫在后 面对美方罔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 自以妄为 中方采取任何反制措施都将是正当的和必要的 这也是任何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 更何况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和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 对此希望美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第五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 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 坚决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是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美方应该放弃任何打台湾牌的企图 言行一致 不折不扣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 将由美方负责